大家好,欢迎收看手游酷玩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飞天猫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游戏是小小英雄传 这是一款Q版策略游戏 在游戏开始先为大家讲一下这款游戏的背景故事 在游戏中,邪恶的巨龙带领着兽人侵略了这片土地 兽人到处烧杀掠夺 于是整片大陆的勇士奋起反抗 我们也是其中的一员 在游戏里共有100多个关卡 要阻止恶龙必须先攻破前面的关卡 清掉恶龙的爪牙 当我们日益强大 四面八方的勇士也会响应号召 我们最多可以带100个士兵 这些士兵和主角一样骁勇善战 可以迅速的增长实力 最终的目标就是把这些侵略者全部消灭掉 现在我们正式的来到游戏里面 这款游戏在操作上是非常简单 只要我们摆好队形 点击攻击按钮 这样这个队伍就会跟随着我们的策略进行前进攻击 而且在攻击过程中 如果赢得了这场比赛 也会得到大量的金币 这款游戏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 每完成一场战斗 我们就要为这些士兵进行升级 包括他的装备还有他的武器 因为对方的敌人也不断的强大 如果我们升级慢的话 这样在战争中很影响我们的战斗力 在这里要注意的是游戏兵种相互克制 刀兵克制枪兵 枪兵克制锤兵 锤兵克制刀兵 针对敌人阵容搭配兵力 能更快的轻松过关 在这些兵种中需要金币来召集 所以说战争打的就是金钱 和正式的战争也是非常相似 在这关锋后 我们的金币得的也是非常多 就可以在现在的界面为我们的士兵升级了 根据现在的金币 我们最终把这些个物品能升级的全部升级到最好 就可以在下场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在刚开始我们用了很多金币扩充了一下我们的兵源 这样双方比例上我们有17个人 对方只有14个人 这样的胜利是没有悬念的 因为我们的人数已经占上了上风 最后一个英雄把他击倒之后 这个金币宝箱就归我们了 在这一关一共得到了252个金币 在以后的观想中 这个金币使用量是非常大的 因为人数不断的扩充 武器也会增加数量 所以也升级需要的金币就非常多 在这款游戏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 就是可以点击这个人物 这个人物带着一个钱袋 我们只要点击他他就会把这个钱币扔在地上 这也是本游戏给的一个福利 点击的越多我们得到的金币也就越多 这款游戏唯一的缺点就是背景还有人物非常的粗糙 希望在出第二部游戏的时候要多加注意 根据这款游戏的可玩性还有它的背景 推荐指数 三颗星 游戏的名字叫小小群鹰传 如果哪些朋友感觉这款游戏还很好玩 就可以在屏幕的下方为我们留言 留言之后我们会持续为大家进行更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